4月21日,首届3D视频打印大会在荷兰举行 3D食物打印机对于多数人听起来像科幻小说 但与会的展示者相信 这是未来发展趋势所在 会议展示了该领域所有最新的创新技术 荷兰Biflo公司制造的3D食品打印机 能够用果冻制作非常完美的鱼子酱 3D食品打印技术现今也许未成主流 处境如同80年代的微波炉 但Biflo公司销售总监巴哈德表示 最初人们会因为对微波炉不了解 而拒绝使用其加热食物 他认为这是不同的技术 但对于人们是相同的概念 一旦思想上允许3D食品打印机成为厨房中的一部分 人们就会去打印自己的食物 本次会议取得巨大成功 吸引了来自各国的超过160位厂商代表 发言人和赞助商